台北市的幼儿园、课后照顾中心、特殊学校、国小、国中、实验教育团体机构及外侨学校等第七类教职员工 已经超过三万名接种疫苗 最近也替一万四千名国高中教职员接种完毕 补习班从业人员也十分关心何时能施打疫苗 台北市衡量所剩疫苗有限 考量万华地区风险较高 预先安排万华地区的业者接种 我们希望尽快来安排一下 这个补习业者 因为他的数量相当多 那在万华地区 万华附近的 比较是需要风险比较高的区域 我们考虑先来做部分的接种 让大家比较放心 那第二个我们就是 这两天大家最关心的议题 就是说 第四波 中央的这个第四波的接种 台北市的过去的经验 经过七轮 我们都会以多少疫苗 然后开放多少预约量 那这样的话就会很有秩序的打下来 那么至于说中央所配发给我们的疫苗 我们在地方的接种上面 一定是按照中央的指引 从第一类到最终到第十类 其实每一个都按照这个类别这样接种下来 那这当中呢 中央的疫苗来的时候 也都会有注明 这一批疫苗的用途 所以我们在接种上面 一定是配合中央的指引 那每一次的疫苗的接种 它都不会是百分百啦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剩余量 那剩余量呢 其实可应用的空间不是很大 可是这确是可以让各个地方因地制宜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因地制宜 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弥补中央的规划的不足 所以我常常想说 疫苗就是最终还是打在市民的身上 那怎么样能够中央跟地方合作 才是一个好的事情 教育局也提醒 将以讯息通知各补习班排定时段 请业者密切注意 赖官方账号台北市短期补习班 即课照中心资讯公告平台 其他行政区补习班将于之后 陆续安排 静候通知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